平壤一栋各酒店闭门谢客,传长白山,大量军车飞机出动,朝鲜日前突然叫停赴朝旅游,徒为蜂拥赶赴平壤的中国旅游团视频截图,日前朝鲜突然停止接待中国旅游团,网传长白山地区大批军车直升机调动有分析,趁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或将访问平壤,此外,韩朝已敲定韩国总统。 文在寅9月放潮,这些动向,或有所关联8月10日前后中国多个旅行社接到朝方合作旅行社的书面通知,趁英国家措施,朝方将在8月11日后的20多天中,停止接待所有旅游团。 网上曝光的朝方通知,网页截图,同时中国东北地区有网友表示,长白山地区有数百辆军车使过直升机活动,非常频繁。 中国东北网友称,长白山地区有军车军机调动网页截图,韩联社引述北京人士分析称,朝鲜经常在举办重要活动期间,以各种理由限制外国游客入境。 这次朝鲜在入境流黄金期突然放弃难得的创会商机,很可能是未接待来访的大人物。 微博等网络社交平台有人猜测,朝鲜计划在9月9日举办阅兵式,纪念建政70周年习近平或其他中共高官可能会访问朝鲜。 早在朝鲜党魁金正恩,3月底第一次访问,中国大陆时朝鲜官媒就透露,习近平已接受了金正恩的访朝,邀请当时就有媒体开测习近平可能在9月9日前后出访,平壤此外8月13日的朝韩高级别会议,敲定第三次朝韩首脑会晤,将在9月的平壤举行。 这也将是韩国总统文在寅首次访问朝鲜,因此也有猜测认为,平壤异动或语文在寅访朝有关不过,这似乎无法解释长白山的军事。 调动7月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时曾秘密访问韩国,当时韩媒曾引述外交人士消息称,韩国政府正积极推进中美朝韩发表中战宣言。 韩国青瓦台发言人日前表示,文在寅计划在第三次文经会上,说服金正恩和他一起出席9月中旬,在纽约召开的联合国大会,表明和平与无和话的意志,以争取在年内发表中战宣言。 朝鲜即不可待地想得到中战宣言,保证自身体质安全不过。 川普政府对金正恩的信任正在放失白宫强硬派近日接连表态,将继续维持对朝鲜的制裁中战宣言。 必须由朝鲜用实质性契合措施来换取白宫安全顾问博尔顿,甚至表示,朝鲜彻底无和话,之前不会有中战宣言。 因此,朝鲜要想得到中战宣言,必须要做重大让步。 不过现在朝鲜背后有中共撑腰,做出实质让步的可能性大大降低。 半岛局势,未来走向仍不明晰。